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卡罗斯 有人问我能不能用这个iPad来取代我们的练习节套 我告诉你我不建议 假如你使用这个iPad作为你学习音乐 这个启动是非常好的 很多学习吉他的人都告诉我 开始的时候经历很大的困难 尤其是这种恒暗和弦的方法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很多学生 学吉他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 他们只是忍受不住这个痛楚 没有这个学习的内心 对吧 一般开始学弹吉他 学右个和弦已经非常够了 一般就是C和弦 Dm和弦就是Dm和弦 Em 还有就是这个刚才说的横按和弦的F 之后就是这个G 然后就是这个Am 六个已经非常够用了 但是要学懂这六个和弦很容易 对吧 你看到真的是非常痛的 从学习音乐理论的方向来看 从学习音乐理论的方向来看 用iPad真的一点没错 刚才我说的六个和弦 C Dm Em F G A 那学吉他 那学吉他 岂不变成很容易吗 还要不单只这样 现在我们用的是原声吉他 比方你改做其他的吉他 你只可以用这个电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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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摇滚吉他 还有摇滚吉他 我爱旧的电吉他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还不单只这样 北方 你真的不能弹吉他 你希望 用电脑帮你弹的 用iPad帮你弹的 你可以选择 自动弹奏 帮我把这个 转到1 你可以听到 那就是一个不懂弹节 他让人弹出一首歌了 还有这里有不同的选择 这个在吉他上是非常难的 因为在吉他上弹这么快 真的一点不容易 真的一点不容易 看到吗 非常难的 那我刚才说过 你可以跳其他不同的节奏 比方你跳这个 硬式摇滚 开了这些 效果器 你也能选择不同的自动弹奏 而弹出来的风格是哪一种音乐 当然就是音式摇滚的风格了 一起来听听我爱旧怎么样呢 我爱旧画上就是我们说的画画 我期待在一位置中 计刿五臣 打开了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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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演这种节奏 你是可以把它录下来的 比方 看看在音轨出现什么 你看到真的演奏吧 虽然是iPad帮你演奏的 但它真的录下来了 用昨天相同的方法 加上加子骨 但是这样的加子骨 你要自己去打 你不懂得打怎么办 你可以加上 五手 用电脑代替 看到吗 这个音乐不是自动完成吗 再加上贝斯 贝斯能不能自动完成呢 当演也可以呢 跳这个自动演奏吧 啊 刚才我们是 今年第一音吧 二 三 四 或者我应该说 这样的配置 不是用来学习弹吉他 也是不一用来代替弹吉他 这只是一个创作的工具 现在我把它打开 我就能跟他合奏了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 水能摘粥也能浮粥 你能够把iPad好好利用 它像是你学习创作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但是不要因为它有这个制动伴奏的功能 而你不去好好学习吉他 因为学习乐器才是学习音乐的基本 好了今天我们现在来到这里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 请留关注点赞 请转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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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